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埃及法老王的墓穴 这个就是帝王谷 来之前一直听说这个法老的这个灵墓是金字塔 来到了以后确实是金字塔 但是由于呢这个法老啊真的是被偷怕了 真的偷怕了 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的金字塔主要是干嘛用的呢 是这个复生用的 他们啊把这个自己啊身体都抽干了 做成木乃衣放在这个金字塔里 他们觉得三百年以后可以这个复生 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金字塔的这个法老的墓穴是没被偷的 连法老的这个木乃衣都偷走了 所以说这木乃衣啊现在是这个文物啊 是无价之宝 但是这玩意放家里是不是有点瘆人 所以这些法老呢 又在这个卢克索啊 另辟蹊径 找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非常的干燥也适合保持这个木乃衣的干燥 这个地方叫帝王谷挖掘了26个法老的这个墓穴 看啊这个就是帝王谷啊 就光看视频里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就很热呀 我这这烤白鼠一样 啊现在地表温度50多度啊要命啊 这是拉米西斯酒市的墓穴啊 我现在进去看看到底什么样 从墓穴里看啊 我们这些这些文字啊都是古代的象形文字 还都有颜色啊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他们所供奉的新奉的这个啊你看猫头鹰啊 太阳神牛神啊还有上面的鹰神啊非常的 颜色保存的非常的好哎呀真是奇迹啊 这个墓已经3000多年了啊 保存他要这么满好顶部啊还有这个天使的翅膀啊 大天使还有这个哦这个是什么啊有两个法老王啊 中间是一个神啊中间是一个神 旁边有很多的仆人啊忠实的仆人 而这个就是墓的主人啊拉米西斯斯酒市 这个就是樱头的太阳神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啊 看这几个三个蓝色的小人都有头哈 但是这三个都没有头 并且从上面的画这个墙来看 他压根就没有头 他是一个无头石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墓穴啊 哇哦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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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nice 哇这个是他的地宫啊 他的地下 呃前面有一个大坑应该就是他停灵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木乃伊存放的地方 而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这个 呃拉米西斯酒市啊 他的这个木乃伊没了 消失了 据说啊在这个墓穴的主人 他拉米西斯酒市的木乃伊之前和另外79个木乃伊一起被拿到了那个地宝谷的一个山上 因为他们的后代怕他们祖先的木乃伊丢了 但是后来这个八十多个木乃伊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啊 全部都被卖到了这个西方国家 以这个一百块钱一百五斤一个木乃伊八十个全卖了啊 这个是真够廉价的 放在线上 现在我估计连块那个果实布你也买不下来 说到这个果实布啊 他这木乃伊啊 有三千米果实布才能果一共的 怪不得总是在电影里看这个木乃伊有用不完的这个布啊 现在我要去一个这个墓穴啊 这个法老王的墓穴 是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 他儿子的墓穴 因为拉美西斯的这个墓穴啊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复杂 所以他就没有开 他儿子呢 这个儿子啊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拉美西斯长寿啊 九十四岁 大部分的儿子都死了 就剩这么一个 来结尾 我一进的那个地宫啊 非常的凉快啊 我都不想出去了 好凉快 你们看这套 这是金甲虫旁边有一个人啊 原型的象征的调子 他们信奉金甲虫啊 生命之神 我都不想出来了 我的环境 我闭嘴啊 我闭嘴呢 非常的完肴 好 你看这个墙啊 可以摸 可以摸在这个墙 为什么还掉白灰啊 可能现在新发。 我能摸的这个墙也是 这幅画是居心建在3300年历史的这个墓地 而这就是太阳团 看 东家就是死神 这幅画您见过吗 它不是狗头人 它是一个狼头木乃地 在古埃及法老的时候 它的职位非常多 是朱关死亡的神 死神阿努比斯 老哥说带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OK 现在进来了 这水子 现在看到这个壁画 这个壁画 这个里边的壁画这是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壁画 这个狗头人啊 可是真不简单啊 在古埃及历史文化上 它是一个最重要的神之一 它主管复活 也是主管著名的称心仪式 你们有没有听过称心仪式 把这个法老王死以后 心脏放在一个秤上进行秤 轻于红毛的就可以复活 而重于红毛的就死亡了 前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屋子 其实它是真正的关过 上场 好大地方好 好厘 哈喽 可以在这儿看吗 哦不是这个这个是什么 快走 好 再一次 好 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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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 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被你身上 好 真 我现在进到棺材了 我现在进到棺材了 哇 去他的电梯里 我都没骂呀 在那棺材这边 还有一个 花 这边花这边 这边有口 还有花 这边有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